創業創起來 嗨 所有的創業創起來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沛琪 非常歡迎來到我們創業創起來節目現場 創業創起來呢 在每個禮拜四 或者是隔週四不一定 我們上片時間有點隨興 然後呢 晚上七點鐘 會跟所有的好朋友見面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現在Podcast也上線了 所以如果你在Podcast上面 你可以從 Apple Podcast 或者是Spotify 或者是Apple Podcast 都可以聽到我們的節目 那請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分享給你身邊在創業 或者在創業路上的好朋友 那今天呢 我們在節目當中邀請到兩位貴賓 同時先介紹一下 工商一下我們現在這個場地 主理人在這裡 掌聲歡迎我們Foundhouse Foundhouse的主理人舊 那我們其實在平常的拍攝地點 都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是台南的南區 那是舊的Foundhouse的 這個家居設計館 那這裡呢 是一個非常舒服的空間 二樓這個地方 平常有什麼活動 爵士樂 爵士樂 瑜伽 我們剛剛同時現身的呢 是我們今天 沛琦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喔 來自於這一位漂亮女生 她是Cookie Monster的創辦人 Doris 嗨大家好 嗨大家好 那今天呢這個故事是這麼開始的 因為我平常跟舊 我平常就是沒事的糾纏她 不是那種曖昧的糾纏 不是這種喔 就是工作上的糾纏好不好 就是要來問她說 最近有什麼有趣的故事啊 你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人啊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她是你的會員 是不是 是 那所以請Doris 簡單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在做什麼呢 其實我是在經營就是一些像是 重大疾病患者的一些預防照護餐 對 最主要是我們的本業 對對對餐點 然後我們也有營養室的團隊 那因為健康餐 那這種疾病照護餐很重視油品的部分 那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就代理了一支 Cutinia的橄欖油 那也因為這是橄欖油 所以我們就開了一間食材店 因為橄欖油然後開了一間食材店 對對對 這是機緣 然後因為我們又有私廚的團隊 所以我們乾脆想說 又認識很多 因為我們會有上下游 很多不錯的無添加品牌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來一起開一家 就是無添加食材店好了 然後營養室會在那邊住店 那Doris我覺得蠻有趣的 你剛剛說你的品牌叫做Cooking Monster 對 Cooking Monster 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 這個名字就是你想想看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很不會煮飯的人 你看起來很會煮嗎 沒有沒有我都不會煮 我只會很會吃 我很會吃 對對對 那你想想看Cooking Monster 就是你知道 約一群人然後來煮飯 但是煮得很醜 真的假的 對 煮得很醜 但是沒關係 反正有那邊有很多的私廚 都會教你怎麼去做 因為它那邊的設想是二樓 是Cooking Studio 就是可以讓你來 就是大家一起來煮飯 你可以包場 那樓下是食材店 你就可以大量用廚廳的橄欖油 所以它其實也是一個體驗的場域 沒錯沒錯很漂亮喔 就是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就是不管你是要上課也好 學習也好 沒錯 或是嘗試做實驗型 也非常適合 所以Doris 你平常是一個實驗型的做菜者嗎 不是但是我很喜歡吃 吃完我就會把它帶回去給我的員工 然後告訴他說 欸做出來 是這樣來的 所以你去吃很多餐廳 然後吃完都覺得很喜歡 我們其實在疫情之前 我們一年都會帶 就是跟員工他們就是出去 出過一次 是 然後讓他們吃過 所以算是辦考察型的 有點像是 的員工旅遊 對對對沒有錯 對 滿有趣的欸 所以你跟Joe是怎麼認識的 我跟Joe認識滿神奇 其實我後來才知道 就是一開始是 我其實很久以前有開一間餐酒館 對 在還不認識自我的時候開了它 後來開之後才發現 自己非常不適合開餐廳 因為我很容易擺臭臉 但自己沒有自覺 然後就會有客宿出來 後來就決定不行 那因為在那個地方 後來就是 就是那時候是來客人 對嗎 是嗎 對 他就是來吃一頓就是 蔬食的餐點 是 重點是那一餐 還沒有讓他吃飽 真的喔 對 你去一個沒有吃飽餐廳 還有沒有客宿老闆 還跟老闆有朋友 客宿是在好多年之後 我們就參加一個商會 然後是就是 避解 好像是是嗎 避解那個 忘記是什麼原因 然後就遇見 避解約你然後另外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們被邀請到那個 B&I商會 然後就在那邊 然後就遇見舅 然後那時候舅舅問我說 欸你是不是那個 什麼泡泡姐姐的那個 什麼妹妹 我說欸對 你怎麼會知道這樣 然後就聊 然後他就說他有一個 什麼那個 那個很漂亮的店 叫我來可以來看一下 然後我想說 欸那他可以當楚天的通路 然後我們就來 那因為場域太漂亮了 然後我們都 其實我們自己都有定期在 跟席克斯樂團配合 然後我們就拉一場 在這邊辦 哇好有趣喔 對 所以你們是這樣搭上的 沒錯 重點是Cooking Monster的很多家具都是 Found House的 可以一下子要來看一下 必須要來 因為其實這Found House 它其實整個場域裡面的 不管是家具啊設計啊 到你的店 又是另一個展示空間囉 真的 很不一樣的空間設計 對 那Doris你一直都是做餐廳嗎 沒有沒有 跟餐點有關係的 但是我最早其實是 我是行銷背景出來的 那我有一陣子都在捷克跟德國 對然後在那邊學了一些東西 所以才發現 在台灣好像沒有人這樣做 疾病照護餐這個部分 對啊 因為我其實在 從上你們那個 嘖嘖的網頁開始 其實這個的起源 你當時選擇了一個這樣的 募資平台 是有什麼樣的典故嗎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想要 是上Flying V 但Flying V他看到我們的計畫 他覺得我們像詐騙集團 真的假的 對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成型 我這樣可能先把我把那個字逼一點 哈哈哈哈 你太害怕了 然後後來 後來我就覺得懶得解釋了 然後那時候因為我們的 裡面Cookie Monster的團隊 我們董事會團員 裡面有一位 你知道Bebop冰淇淋嗎 Bebop 他們的老闆 真心推薦 就覺得這個品牌很讚 他說你去把你的計畫 給他們看一下 他們不覺得 他們應該可以理解 果然就很順利這樣 然後我們就拍影片 對然後就這樣 就這樣開始了 那你們現在目前的合作模式有哪些 就是包含比方說像你剛剛提供 場域很漂亮啊 然後我可以來這裡吃一些餐點 有訂閱制的餐點嗎 我們那邊其實沒有在賣餐 他其實是在拿樓下的食材到樓上 邀請大家過來煮廚私廚 就是付一點點的錢私廚煮給你吃 那純粹買食材回家也是OK的 對沒錯沒錯 然後但是大多數都是人家看完場域通常都會租 因為我們真的租的滿便宜的 我們整層還有烤肉的那個設備啊 陽台等等 然後四個小時才六千塊 你可以找到二三二十幾個人過來 對然後如果說他是今天可能就十個人 那就三千五 但是所有東西他甚至自己買食材過來煮都可以 那真的很划算耶 對那有的現在的人比較懶惰 他就說那請你們私廚煮一下就好 我說OK也可以吧 但是私廚就要預約一下 因為不知道我們大廚有沒有空這樣 那Doris我比較好奇的是 你剛剛提到的是特殊疾病的照護 談這件事情 所以你們有跟很多的比方說醫院做合作嗎 沒錯有有有 那這些比方或是他是自己本身覺得說 他想要做提早的預防 他想要從飲食上面做調整 也有營養師做配合嗎 應該是說我們公司裡面 我們目前是有四個半營養師 那為什麼是四個半 因為有一個在美國 對他是我們的資深顧問 對對對因為台灣的營養師所會的經驗 他在食物科學來講沒有像國外的經驗這麼多 對對對 那我們通常是這樣就是說 今天他如果是想要吃餐點的 那營養師會幫他客製化 比方說有的是腎臟糖尿 或是他還洗腎的或是還沒洗腎的 甚至我們還遇到胃臟癌的朋友 對甚至還有艾滋病的小朋友 這些餐點我們都可以做 他比較專業型態的 那如果說他今天沒有辦法吃餐點的狀況下 因為他可能住太遠 我們有提供冷凍的全省宅配 對或者是他如果也不餐點 他可以自己外食自己買的那種 那就是營養師會幫他設計菜單 所以其實會建議先跟你們做一個討論跟諮詢 其實是比較能夠了解他的需求的 其實那個是我們另外一個品牌啦 叫十一元味 那基本上要訂十一的餐點我們一定要先透過諮詢 對我們不是一般就說你付錢就可以買 不不不沒有 對單純比方說他可能是最簡單 他可能只是想要做體重上的調整 然後或者是他是像剛剛有講到 他可能是已經有在用藥了 他其實都可以透過跟營養師 專業的營養師去做討論 然後再針對他的配方下去做他的餐點這樣子 那其實是非常克制欸 對啊事實上是啊沒錯 所以不便宜 對所以就變成說一般健康餐的客人 我們比較少在接 因為他會覺得可能會覺得很麻煩 訂個餐怎麼這麼囉嗦 對但其實不是是因為我們非常的謹慎 我們甚至遇到有些客人他已經 腎臟有狀況他自己不知道 我們就是有覺得他的狀況是不正常的 那也因為這樣我們幫很多客人他家屬 一開始就是會很生氣我們就會啰哩巴說 但他因為這樣他就很感動說 哇我們真的是在做事 在為他家人做事 對然後現在我們 那我們現在延伸到把我們自己中央廚房 用的食材直接在食材店也可以買到 那家人就很開心 所以他可以要自己帶回去自己煮 其實也很安心這樣 所以我們有一系列像是針對 腎臟糖尿的餐點 那我們因為這一個計畫 SBR最近也剛過了 就是就蠻開心的 好的那我們現在回到問Joe Joe請 你在跟這個Doris合作過 你也是這個店的會員 你在這樣長期的合作跟 你看起來也不需要體重的調整 也沒有什麼健康上的疑慮 你當時選擇要吃這個餐的原因是什麼 應該說我剛講的其實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Cooking Master的這個空間的運用 然後另外一個是食衣原味的這個 健康餐的一個部分 那在健康餐的部分 其實也是跟Doris認識之後 就說原來他現在在做的是這件事情 因為我跟他的認識 第一次的見面其實就是 當時我看到他的那個 食衣的那個餐廳 有餐酒館的那個 那時候應該不知道是聖誕節活動吧 就是有那個爵士樂 然後有那個法式餐點 然後我說欸很酷喔 後來我的尾牙 就那我再帶員工去那邊好了 他們就大概十幾個人 二十個人左右吧 十幾二十個 然後就那邊就是在那邊吃 然後有音樂 然後吃這個 因為可能法式餐點都比較少吧 哈哈哈哈 然後就結束後大家覺得 欸好像還是有點餓這樣子 那氛圍很好 對對對 那一次的體驗其實是很棒的 就是說這是第一次啦 那後來接著就是說 剛剛講到十一元味的餐點是 就是Doris有告訴我 他現在在做的事情 然後所以我們就 我就體驗看看他的那個餐盒 對那一般我們會覺得說 像我自己是吃素食嘛 那素食有的人 一般大眾可能就會覺得 素食的餐點就是這個樣不好吃 然後更進一步說 這個是健康餐 或是說現在很多的水煮餐 一般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種東西大概就是 可能就沒什麼味道這樣 但是我那一次去體驗去吃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跟一般的餐點來說是 你不會覺得它是清淡的 但是你覺得它是好吃的 簡單的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 所以就我覺得說 那個時候我也重新去了解說 他的產業 他這間這個十一元味他們在做什麼 他說哇原來 不是我想吃這個便當 就可以吃的 而是我需要先透過諮詢 然後瞭解我的身體狀況 我適合吃的餐點 由他們營養師去幫我們去做一個配置 對然後我那時候覺得很酷 像我也是一直跟他說 那不然那個 那個我以後的中餐晚餐都麻煩了 麻煩了 萬事拜託 對對對 就是說這一區南區的客人就說 都到我這邊取便當 這樣我就不用煩惱我要吃什麼 餐點每天菜色都不一樣 對 每天都不一樣嗎 對每週都不同 哇這很厲害 對每天就是 所以會直接公布 把餐點公布在你的網站上 對一週會公布一次 非常好 對 所以OK這裡未來可能會是一個取貨點 好的好的 對 今天非常開心喔 邀請到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喔 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Jo 然後呢一位呢是非常 這個健康營養 然後你看她整個把自己打理得非常好的Doris 這個素顏是這種 這種精神真的很不得了耶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好那今天呢 最後我想要請Doris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覺得在創業的路上 你有沒有遇到覺得讓你印象非常深刻 或很困難的事 對因為我們其實在疫情的前一波 我們其實 因為我們其實有契作高理財 對那一個其實蠻經典的故事 我們員工都知道 我們就是 那個廠商就是一夕之間不見了 而且蠻大間的 那我們因為那時候其實就是 原本經濟中間是沒問題的 因為那個貨款沒有收回來 導致還蠻嚴重的 所以就是有一年半非常非常的辛苦 對對對 就那時候 但還好都走過來 就是很謝謝員工的支持 好 那最後節目呢 想要請Doris跟我們分享 假設她正在創業 所以Cookie Master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可以跟創業者來做合作呢 可以 因為其實我們都有提供一些行銷的 行銷顧問的諮詢 比方說一個人在創業過程當中 他可能他都會 其實他都會問我們說 他想要初期要準備什麼 準備多少錢 然後行銷廣告預算怎麼抓 然後要花多少錢的預算去做那個投放廣告 對對對我們就會跟share他經驗這樣子 好那主要是在Cookie Master上面 是沒錯 沒錯 Cookie Master有提供這個行銷服務 有這有這有這另外一部分 他們會過來用我們的場域 然後我們會 對對對 蠻有趣的 好好ok 今天非常謝謝 邀請我們的Doris跟Joe Joe最後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沒有 哈哈哈哈 好啦就記得 大家記得走進Fundhouse好不好 或者是他們的網路購物平台 也非常的精彩 歡迎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 那今天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然後分享給你身邊喜歡 美食健康美食的好朋友 我是沛琪我們下次見 拜拜